电视剧《沙海》正在热映 剧情发展又回到了 看过小说的小伙伴们熟知的场景了 有一辆晾卡车围成的孩子 和诡异的白色沙漠 对现在我们的主角找到了前十几集 都在寻找第一地方古通景 当然小编今天想说的是 在这部剧里出现的 出现令人惊喜的角色 更准确的说是他们的扮演者 首先小编要说 但是首先小编要说的是 饰演张会长的张明恩 他真的是和盗墓笔记系列太有缘 先是老九门 后来又拍了老九门翻外之虎谷梅花 又到了现在的沙海 要是之后盗墓笔记再有他参加 那他可就是拍过前传后传正闻的演员 对了还有一点老九门中章起山 那副官就是张日山 也就是现在沙海中九门协会的会长 还有毛不易 他也在沙海出现了 饰演的似乎是一位护士 在剧里出现 也是作为一个笑点吧 在女主梁湾医生搭讪张日山的时候 他一直在一脸正经的拆开 还说即使巨星来了也要先挂号 是不是想起了那首歌 感觉自己是巨星 还有便是张一星 在电视剧那也是突然出现 让人措手不及 他饰演的角色是杰宇晨 而这里没看过书 或者电视剧老九门的小伙伴可能不知道 这位杰宇晨是二月红的徒弟 而且电视剧老九门中的二月红 也是张一星饰演的 在这部电视剧《沙海》中 他出现的次数不会很多 但也不少 而他扮演的角色在整部剧里是至关重要的 会有着推动情绩发展的作用 就是由他开始乌邪的计划 但是具体如何推动的小编 在这里就不剧透了 大家自己去看吧 最后就是我们的于和伟老师 他饰演的是乌邪的三叔吴三星 当然现在还没出现 但是在电视剧《乌邪》回忆的时候 我们的三叔于和伟老师肯定要出来 当然有关他的故事有多少 就要看见这南派三叔了 在预告中避开了他们的画面 在演员表里也把他们放在了后面 看来南派三叔是故意要给我们惊喜啊 对了还有胖子 虽然出场了 但是小编确实没看清楚他的脸 如果之后还原了连闯三个红灯的场景 天派三叔 比较好